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上完春晚以后 金玉婷就开始涉及影视作品 在新版的《神医喜来乐传奇》中扮演赛琪时 跟老戏古李宝田演对手戏 也正是这部戏让更多的网友喜欢上了这个女孩 之后她还出演了《我是大侦探》 要过好日子等电视剧 在她很火的时候 金玉婷却在无新作品 渐渐地就淡出了娱乐圈 慢慢地被网友们锁了遗忘 大部分网友认为金玉婷患病了 这让网友们纷纷感到惋惜 自从金玉婷退出了娱乐圈 在康复的治疗过程中 家人们给了金玉婷很大的力量 金玉婷的病也有了好转 她后来也试着付出 她为了付出也做了不少的努力 还做起了嘱咐 但是效果不好 直播时几乎无人问机 你还记得她吗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